是的主播 俄羅斯聖彼得堡普爾科沃機場 在今天突然宣布暫停所有航班起降 直到當地中午十二點 也就是我們的下午五點 機場方圓兩百公里內的領空也是緊急關閉 直到臺灣晚上六點二十分 這造成至少五架從莫斯科起飛 前往聖彼得堡的國內航班 在空中突然折返 根據當地媒體報導 據傳是因為聖彼得堡上空出現不明飛行物體 當局也緊急派戰機升空調查 但卻沒有發現任何可疑物 俄羅斯官方到目前為止 也沒有解釋暫停起降的原因 克里姆林宮發言人培斯科夫 對此只表示總統普清完全掌控情況 但根據路透社報導 在機場恢復所有飛行之後 俄羅斯國防部發出一份聲明 表示俄羅斯空軍一直在西部領空進行軍演 其中包含派遣戰鬥機 作為演習的一部分 戰鬥機進行了多次飛行 但這些演練卻沒有事先宣布 所以導致多架國內航班必須突然改到 航空公司也重新安排了當天 其餘的飛行計畫 以上是為您掌握到的最新消息 請支持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霍大視野掌握趨勢 邀請您訂閱並且開啟通知小鈴鐺